可以把東西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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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摧毀掉 我是旺 我們來玩 目光巨龍 好 我們玩這個系列已經 到達了第94集了 看來這一集是還蠻適合做Ending的 這一集呢 在去我們那個 最終層的地下室之前呢 再來帶各位光顧一下 我們這個周圍的環境啊 就是 呃 給各位做一個總集片整理 算說 之前阿伯伯已經帶我們看過很多東西了 但是 還是有一些比較特別的東西 大家是沒有看過的 比如說 啊之前把 阿伯伯氣到那個 跳件的那一些 頭顱啊 其實在這邊沒有錯 有沒有很多 很多很多的頭顱 啊冰龍比較少啦 然後 還有一些有的沒有的小東西啊 然後 呃 這一些之後 我們好像就沒有再 多新增一些比較重要的 那個 那個戰友死翹翹了 然後呢 之前那一些 呃 這個方塊啊 我也把它帶回來 給它做成這個 鐵匠鋪的 這個 小猛門 然後我們的鐵匠鋪 呃 再給它 看最後一眼 對 它很美 算是說 阿伯伯覺得 我有收集屁 但是 呃 沒關係啊 我覺得有一點收集屁 大家才有東西看嘛 你們說是不是 接著的話 呃 那隻 呃 金屬怪鳥實在是有夠孤僻的 大家再看它一眼 我們的Viltora這邊 耍廢了好幾集 它 很好的鎮守了這邊 然後還有我們超酷炫的這個 烏妖王死雕 還有這個 呃 讓某人笑到瘋掉的這個 呃 鸚鵡堆 呃 那我們就可以準備出發 再次前往我們的最終層了 好的 首先我們飛回到我們最終層的這個塔頂端這邊啦 那它這邊有四個柱子 都是正常的螺旋樓梯上來的 但 呃 這 四個柱子 其中有一個柱子 它比較 特別一點啦 我們先喝一下我們的夜市藥水 我們飛下去看一下 這邊作者原本好像是 哦 好痛 好 好痛 好痛 作者原本好像是想要做一個 跑酷的機關上來的啊 但是 呃 它就 應該是 呃 停工了 對 這個 就沒有實現 那 我們就 再繼續下去 啊 這邊就是我們地下室的入口 我們從我們的地下室下去找我們的地下室哈 看看這個地下室到底會在哪裡呢 GOGO 那 接下來 之前我跟那個 阿白白就是探索到這邊啦 但 呃 之後我們就沒有再找到更往下走的道路 但照理來說 應該還是會有另一個往下的道路才對 所以接下來就是我們資格要探索了 來探索這個 黑暗又詭異的空間 就是我們最忠誠的這個 呃 第二隱藏關卡 終於找到了 是往下走的道路 我雞皮疙瘩都要竖起來了 我們往下走吧 哦 看到了唷 這邊是一個 很大 很詭異的空間 那邊還有一個告示牌 我們下去看看它 對 哦 哦 這是一個巨大又神秘的空間 助力著一個告示牌 這個BOSS 就是我們最終成真正的BOSS 但是 目光作者他停工了 所以 我們就沒有機會再看到這個BOSS了 沒有關係 既然 目光森林的作者 沒有給他一個好的Ending的話 我 就 來給他一個 新的Ending 沒有錯 啊好燙啊 我 我已經準備好一些東西了 比如說這個靈魂紗啊 比如說這個凋零骷髏啊 我們隨時可以開始我們的最終決戰 來吧 放下我們的 最終道具 拿起我們的眼睛 做好我們的防禦 放上兩顆骷髏 好 讓王王醞釀一下情緒哈 好 行弟 我可以的 再多喝一瓶夜市藥水來確保我們的時間 八分鐘內幹掉他應該是綽綽有餘吧 不然就是我被他幹掉 沒有關係 如果我被他幹掉的話 這個系列也可以做一個Ending啊 你們說是不是 我還有帶這個 雞髓獸小軍團啊 應該不會太慘才對 來吧 來吧 沒有錯 先召喚我們的小雞吉 耶~~~ 小雞吉上啊 好的很多小雞吉喔 來啦小雞吉也攻擊他 然後 歐歐歐歐歐歐歐 我不應該放那麼快的 好沒關係 我還有這個神奇的 小棒棒 對我們可以攻擊那個凋零 有射到他嗎 有射到他嗎 看起來好像沒有射到他 他越飛越高了呢 來來來來 喔 凋零是不會受到這個影響的 那接下來 魅惑 好他被我 他被我魅惑了 追蹤之攻 追蹤 追蹤 再追蹤 他不怕追蹤之攻嗎 喔痛喔 這個痛喔 很痛很痛喔 喔 凋零果然還是最強的boss啊 來了 發射 唉唷 我還被什麼東西攻擊啊 哇 這東西在支援他們 來來來來 凋零小朋友 你該過來一下了 來 讓我射 讓我射 射爆你們 射 再射 射 有的啊 這東西還是很威猛的啊 蜜酒湯 喝起來 金蘋果 吃起來 開防護盾 嘿 啊 行 了結你的生命 了結 再了結 唉呀 啊不對啊 我有這個 冰之大劍 我可以用冰之劍 把它扛住 扛住 扛住 打死你 打死你 OK 好了 最終結局 就 就是這個樣子啦 那接下來 我們就可以來開一下創造模式吧 喔 我身上有好多效果 真是的 好啦 那我應該要 打開 好啦 那接下來 就可以來打一些指令的玩物 給各位看一下目光生命的小彩蛋啦 好的 王王籌劃的差不多了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吧 首先呢 我們要先拿起 我們之前就很想玩玩的國王蜘蛛來看看 對沒有錯 一直找不到他 好 那現在呢 我要拿起我的終界弓來設設看 這個 國王蜘蛛上面的這一個 喔他 他移動的速度好快 天哪 喔 天哪 來設那個骷髏德魯伊 對看一下 喔 沒有 沒有 改換位置 不能把骷髏德魯伊 拽下這個國王蜘蛛 那王王在哪哪 看這個船 看看我坐在這個船上面的時候 可不可以跟我們的這個 骷髏德魯伊 調換這個位置 我真的很想騎到那個 國王蜘蛛上面去 嘿呀 喔 不行 這個國王蜘蛛 不能拿來騎 好可惜啊 沒有關係 那在接下來呢 目光森林有一個 很神奇 但是還沒有生成出來的東西 叫做我們的 巡邏立方體 他血量看起來超少的 但是 他感覺就是某種 超高級的Boss啊 這個房間應該是要為這個立方體 製作的吧 但是他血量只有10而已 他應該會是一個超強的Boss 但是 那個 目光森林的作者 他不再繼續動工了 所以 我們可能就只能自行想像啦 呃 我還想玩一下 很多很多這種 就是 之前我們有那個 遇到三怪嘛 三怪身上有很多的武器 阿我們 沒辦法每一個都拿到 因為三怪很難遇到 對 來看一下他們的造型 超酷炫的 哇 我把這個大柱子給舉起來了 還有不同款式的柱子 還有冰的柱子 還有這個 阿這個是我們擁有的 這是那個 呃 戰錘 沒有錯 還有接下來還有這個 木棍 而且這個木棍還是雙結的 他可以 中間有鐵鍊出來變雙結棍之類的嗎 真是酷炫 還有 呃這個是 凍結的棍子啊 好的 那這些東西我們也都看過了 來拿一下 欸還有其他玩物可以玩啊 來看一下齁 比如說 呃 我記得他這邊有這一個 呃 立方體護符 但他本身應該是沒有用的 他應該是一個 素材用來製作這個 毀滅立方體用的 然後這個玻璃之劍 還有一個無法破壞的 不知道這可不可以從生存模式獲得 真的有點好奇 還有 呃這個 滑動陷阱啊 不知道他有四種種類 有什麼區別啊 我們都把它拿出來玩一下 還有這個 加工石柱 不知道這在哪裡可以獲得 這看起來也是一個很漂亮的建材 來把這個加工石柱放出來 欸 他有什麼作用嗎 他可以點選嗎 呃不知道 那我們把這個滑動陷阱放在上面去 來看一下 他會怎麼運作 他會這樣轉轉轉轉轉 然後撞到牆壁上 然後停住 然後繼續轉 呃不知道 呃 他到他原本的位置就會卡住欸 呃 那這個滑動陷阱1 跟這個滑動陷阱2 還有這個滑動陷阱3 分別有什麼差別呢 我們來看一下 哦他會 呃 呃 其實我不知道他們有什麼差別 我看起來他們都是在滑動的樣子啊 呃 好那他們應該不是很重要的東西 重要的是這個毀滅立方體啊 他就是這個 練球的加強版 啊練球就是這個樣子丟出去 哦這個 呃 死亡眼好像很硬啊 這個練球敲不壞 那我們這個毀滅立方體呢 他就是這樣 可以把東西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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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摧毀掉 欸非常厲害的一個東西 而且呢 他可以一直這樣子 不用拿回來 我們要把他 呃收回來的話 呃 這毀滅立方體 哦他剛剛 呃出了很小bug 要把他收回來的話 我們必須要 呃 把我們的滑鼠游標 移到其他地方去 他就會回來的 就是呃大家看我這個欄位啊 我必須要把他移除掉 或者是 呃我們要把 背包打開來 看一下之類的 他才會回來 哦這東西 萬物皆可破壞欸 這應該是最強武器了吧 哇來來而且他還可以有攻擊作用 來看一下那個蜘蛛哈 來攻擊 攻擊 可以觸碰他 可以在很遠的地方就進行攻擊了 哦這個毀滅立方體 呃不能從那個生存模式拿到啊 不然的話 真的很想把他拿出來打怪一下 應該是非常有趣的一個東西 最後呢 嗯我們來做結尾吧 那這邊有這個黃色城堡門 紫色城堡門 粉色城堡門 還有藍色城堡門 我把他堆在這邊啊 然後前面弄了這個偵測器 這個偵測器 偵測到他這個方塊補劍之後 後面就會變成 呃把這個畫木給充能 然後就會讓我們這一個 發射器裡面的煙火 給 BOO的射出去 然後我這邊故意把他弄一個 空格出來的 因為呃 我想要讓他這樣子 一長條回來之後呢 循環回來再到這一個 然後我最後再把它補上 好的 好那既然 怎麼要來看煙火的話 欸不對啊 我還有這個指令的怪物 沒有介紹到啊 來介紹一下這個指令的怪物 我這邊有這一個 呃 我直接拿一個按鈕 來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這些怪物很神奇啊 這個是 只有在 那個 用指令的時候才能叫出來的 木光森林的怪物 首先是 這個 呃 科布林的樣式 但是他的模型還沒蓋好 呃 就 呃 就會有一個破圖的東西出來 那接下來這邊還有一個這個東西 叫做 呃 呃 呃 城堡守衛 這應該是想要弄在這邊的某種 呃 砲塔型怪物吧 還會看到這邊有這個藍色的球球 它還蠻精緻的 但是沒有實裝出來 而且也沒有生怪 但不知道 呃 呃 如果真的實裝起來的話 會是什麼樣子 可能會發射激光之類的 超酷的 那 最後還有這個 這個是 呃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有一個 紫色天空的地方 叫做 那個 呃 詭異的森林 啊當時那邊不是會有那個 呃 呃 粉墓區嗎 這個怪物應該就是 當初想要設計出來 給他 呃 在那邊出生的 那我們就來把 這隻殭屍給召喚出來吧 欸 它就會這樣子 很酷有沒有 對 爬起來 然後跑去攻擊你 對 好的 欸 對對對 它就是這樣子的機制 我們再看一次 很酷齁 對 從墳墓爬出來的殭屍 對 身體慢慢的移動 然後 呃 最後變成一個普通殭屍出來 要攻擊你 超酷炫的 好 那我們就把這些怪物 通通的 呃 殺掉掉 來放我們的煙火吧 喔 這回真的要放煙火了 既然要放煙火的話 怎麼就來把我們的夜市效果給關掉吧 哇 然後這邊變得真愛 喔 剛剛我挖出來這東西看起來真可怕 那我們就輕輕的點一下這個東西 我們的整個機關應該就會運作了耶 好 那我們就 點它 好好 哦 放煙火了 放煙火了 然後趕快把這個東西收起來 好了好了好了 呃 它就會這樣子慢慢的把煙火給放出來了 真是 呃 還蠻漂亮的 我蠻喜歡的 然後呃 嗯 我們這個系列 就這個樣子了吧 對 這個系列 我們已經玩得非常淋漓盡致了 我覺得在台灣區 應該不會有這麼神經病的玩家 像我一樣 把這兩個系列 玩得這麼透徹 那 我們下個模組系列 到時候再來看看要來玩什麼 對 總之呢 往往的第一個模組系列 就此告一段落啦 那 非常感謝各位長久以來的支持 拍了快一百多集啦 那雖然這個系列已經完結了 我們之後可能還會再出個 日後談系列啦 就是 呃 來玩一些這些 呃 模組裡面特有的指令包 還有 把我們的梅杜莎頭顱通通嘗試過一遍 那今天就這個樣子 感謝各位收看 掰掰 訂閱汪汪 大讚汪汪 通報鈴鐺 監視汪汪 覺得香香 記得分享 協助汪汪 煮煎母湯 嗯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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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